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讲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其实跟中国 大陆建立外交关系没多久 这个国家就叫做洪都拉斯 洪都拉斯 原来刚刚做了一件事 就是 谴责 美国 对他们国家的 干预 干预洪都拉斯内政 原来美国在洪都拉斯任命两个 重要位置上 就干预别人内政 原来 美国驻洪都拉斯的大使 日前就说 洪都拉斯近期发生的暴乱事件和行为 我们感到担忧 就说 洪都拉斯 任命 他们 临时总检察长和副检察长 这个职务 搞到 削弱了 代表 以制民主的信任 当然了 这件事 关你鬼事吗 对吧 你经常说什么削弱了你又知道 其实洪都拉斯这个国家相当复杂的 不是你这样 换一两个人 或者 减一两个人 国家好或者坏 那也不会的 因为他是长期问题 哦 另外 当然了 这个洪都拉斯方面就很生气了 洪都拉斯外长其实也都说 洪都拉斯拒绝 外部干预洪都拉斯内政 洪都拉斯 民议会 其实呢 是上车 委员会就说 这两个任命没问题 因为 是根据宪法第 2007和第208条 合法 临时任命 临时总监察长 临时副总监察长 洪都拉斯 国民议会 上车委员会主席 他 现在就被任命为 临时总监察长 这位阿哥 叫做塞拉娅 另外 还有一位 是委员 叫做 莫拉赞 就被任命为 临时 副总监察长 那么洪都拉斯政治力量分歧 因为各个党派 其实分歧得挺厉害 也导致没有办法在9月1号前 选出新的检察长 这次任命 是 引发洪都拉斯 执政党和反对派的冲突 当然卡斯佐或卡斯特罗 其实都没办法 要这样做 难道你一直沿空 是吗 难道你一直沿空 人家 任命一个临时的 你阿兹阿兆摩洛哥 临时也不行 临时也关你事吗 当然什么都关事 他任命这两位阿哥 是不是之前有些旺迹 一般还是怎么样 没有啊 他说怎样怎样 我说这个美国 怎样怎样 其实这些旺迹 你鬼知道吗 当地人 写的东西 又不一定信得过 我觉得 还有 真的很小消息 我妈也不太了解这个国家 洪都拉斯 是整天换人 往迹 又看不到他批评 如果他知道 肯定你以前做过什么 记得以前批评 中共就任命一些 中共就任命一些官员 去新疆 以前他怎样怎样 有过一些 劣迹斑斑 没有说过 现在什么都没有 就直接说 不行 也挺霸道的 他说削弱了 对啊 削弱了 削弱了为什么 你又没有说 他又没有说 这个真的好笑 我们看看 为什么我刚才说 当地媒体乱差地写 当地媒体 其实是比较乱的 这个洪都拉斯媒体 是没有什么 没有管的 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内政 我觉得 每个国家的管治有自己一途 好像之前 卡斯特罗 亦有人说 卡斯特罗也流亡过 跟他的丈夫流亡过 后来就回到选 我相信他 也是有这样的能力去搞定他 另外 另外一宗新闻 就令到 大陆的对岸 台湾地区很生气 为什么 因为 又是洪都拉斯外长 这个洪都拉斯外长雷纳 台媒经常是 双叉他 因为他说的 他们就说 整天捧这个大陆 其实我觉得又不是捧 很正常 大家有友谊 说一些 有善一点的说话 我觉得挺正常的 原来 这位哥哥刚刚 对中申社记者说 他就参加了第六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即是进博览会 我知道为什么西媒 吓他 你还不是投工 参加进博会批评我们美国干涉内政 是否老共给钱 其实 说真的 这些南方国家 被称为美国后院国家 现在不会像以前 什么都听你说的 是不会的 原来 这个外长 就是 说红刀拉斯 这件事就令他们很生气 其实每一次 有所谓 台湾地区邦教国邦教育引寄 跟台北断开关系 之后他们赞回大陆 他们都很生气 很酸 你这些买 不让你卖结果 别人是给 我们都说 很简单的 他听到台卫说的7月 他明天就全开了 是吧 之前不是明天的 也是经过一段时间谈判 不过 你们说的 他们什么都可以 事实上又不是 也是有谈过的 但是你们经常说 哎呀 他不让你卖进 结果第三天就搞定了 当然我相信他们也是经过一些协商 不是 不是说怎样 原来 进博会的时候 这位 刚才批评美国干涉内政 那位外长雷纳 他就说 跟中国大陆建交是一次重大的机遇 有14亿人的市场 谁不想认为这个不是正常吗 你不要跟我说 哎呀台湾地区有两千多万人口 这个市场 是很大的机遇 但是 人口多就是一个优势 人口多就是一个优势 期望更多红刀拉斯优质产品 可以受到 中国消费者的喜爱 原来昨天上午 位于进博会国家 展区 红刀拉斯展馆就开幕了 雷纳是现场战产 其实都挺重视的 更加 在开馆之前 他又请了很多 红刀拉斯的演艺人 鼓励大家 多点买红刀拉斯的东西 亦都表现了国家 丰富的舞蹈 其实这些 拉丁美洲国家 不是南美洲 其实是北美洲国家 他们 有些特殊 就是西班牙文化 跟当地印加文化有些是相容 有些相容 其实以前 据我所知道南美洲 也有很多是犹太人 很多人都走到那里 其实他的种族也挺丰富的 表演了他们特色舞蹈 亦都很多人 是看着 因为他们很鲜艳的 拉丁美洲的舞蹈 衣着也很好鲜艳 很多人注足在观赏 红刀拉斯真是新鲜鬼 今年三月才正式 跟中国大陆建交 这个亦都是红刀拉斯首次参加进博会 原来 这个国家亦都是今届进博会 五个主奔国之日 真是代用他上奔 说真的 你就在这儿 阿滋阿座摩洛国干涉人家内政 说这不行 你那边商 就说人家不行 你不让任命哪个哪个 这样不行 但是这边商 中国大陆 就热情阳日地欢迎你 那你选什么人 我想问一下你怎么选 还有这边商 之前台湾就说 不让这些东西起 不帮你起这些东西 但是 中国大陆就承诺帮他们起基建 你怎么选呢 我就问一下 如果从实理的角度来说 你不要跟我说 价值很重要的 有种东西叫价值 民主力的既得 看来很多南方国家就不多收下来这套 是吧 洪都拉斯这次是当他上奔的 这次是五个主奔国之一 当然也是受到 大量 中外媒体的访问 记得之前 这个鹿媒说不让你们咖啡进去 结果 咖啡 直接开了 还有海鲜 也开了 你说的 南美白对虾 当然南美白对虾 不是洪都拉斯 有很多国家都有 但是起码开市场 让你去竞争 另外 也有雪茄 海鲜也是世界级品质的 打算借着这次进博会 洪都拉斯二企业 并想着与中国企业还有消费者建立 是联系的 这种联系 就会成为洪都拉斯这次进博会上的最主要收入 他就说进博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他展现了中国在国际 事务当中的领导能力 雷纳就说 进博会体现了中国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你记住 互相尊重 不知道他下面的句话是否串着美国 他就说 中国尊重我们主权 从来不干涉我们内政 结果 之前他就说美国干涉他内政 其实这件事我们经常说 为什么南方国家 现在对于很多 欧美国家并不敢无 你舍利 你这样不行 你任命怎么行 你破坏民主 你这件事你 选举制度没搞好 你的环保法律没通过 你没有保护那里 你说这么多 我们是要发展 他也说发展外交为你好 你看长远一点 好像立刻令我想起当年公民党 派展的时候 看长远一点 看两三年后 结果 今天你拼也没拼 还叫我 明天我都过不了 还跟我说两三年后 其实之前台湾地区都这样 我们给不了这些 但是 我们有其他东西给你 但我要的不是这些 只可以分手 就是这么简单 你不要跟我说有中东西市价值 洪都拉斯都民选的 洪都拉斯都民选的 你也没有说他的选举是不干净的 卡斯特罗上台他是干干净的 如果不干净你还不报道吗 这个雷纳 洪都拉斯外长其实这句话也是可能刺痛了有些 西方媒体 或者西方领导 中国是尊重我们主权 我们发展的目标 还有尊重我们民众 不干扰我们内政 这种建立在互相尊重基础上的合作 才可以实现国与国之间 是互利共赢 的一种更加坦率的方式 原来 这个 进博会在上海举行 有五大国家是担任住民国 而且这些国家 都是 不是主流的 发达国家 又说到与越南那么差的关系 越南就是其中一个 越南 南非 另一个就是 跟中国有很好的关系 更加比他说他是 欧坚之一 就是塞尔维亚 还有就是 中亚的好兄弟哈萨克斯坦 还有 今年应该是 雄都拉斯跟北京建交 没有记错的话 新鲜滚热 就是雄都拉斯 雄都拉斯 当然你说 西方不去 不要紧 其实我觉得 这个世界真的变了 真的变了 有些东西 不得不承认 是向多极发展 当然西方是不是 有几十年的好光景 我觉得应该也会有 但是没有以前那么容易赚钱 没有那么容易 垃圾那些 是南方国家 我是这么看 他们学正了 学正了 被人困得多 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 是不是 好 那么今次节目时间 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没见 我们下期再见